後來我再看一看自己的衣服 整條裙都是血 她說我已經不停不停地坐 I love you so much baby 好像真的說我下一秒就要死 然後救護妻就來到 我很記得兩個護士就拿了一個水桶進來 那下什麼事 洗腳 蜂蜂入了急症室 很無助的 下一位護士還要過來 確實你真的睡得很軟 她才會讓我們抱蜂蜂去CT間房做CT scan Hello大家好 我是Lise 今天這條影片就會是一個Live Update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段時間 我沒有在Vlog拍出來的一些事件 雖然是不幸事件 但是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生活經歷 大家可能現在看到我的狀態 不是說最精神 然後Energy Level不是最高 因為通常拍片都要情緒高漲 Hello大家好 我是Lise 嘩 我一整了 有點頭暈 就因為其實幾天前我去了一轉急症室 我現在頭上其實也有七個鐵釘 這樣 都可以看到有一個很簡單的包紮 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生日的晚上 我下樓梯可能沒有看得清楚 一個不可愛就是後腦落地摸層 其實我個人走路 我一向都走得碎 但是這次是我人生跌倒最嚴重的一次 一跌倒的時候其實我不知道那個嚴重性 我就馬上坐起來看小巴西 但是我真的沒見過小巴西是這麼驚慌 然後眼睛是睜得這麼大 然後我再看一看自己的衣服 整條裙都是血 從臉 頸 裙 袋 袋 去到事後我撿回袋裏面的一些可能收據 裏面都是嚴血的 看來似乎是我跌倒整箱的位置 流了很多很多血 那當時小巴西就立刻脫了她的衣服 然後被我按住我後腦的雙口 然後馬上叫白車 然後她也要去找一輛白車去 即是escott 她進來找到我 所以當時的情況 就是看到一個全身都是紋身的鬼佬 脫了她的上衣 拿上身地走出一條街 好像瘋子一樣不停進車 她也算是一個挺 masculine 挺勇敢 不是太害怕這些血腥的 我就一直很記得她的衣服不停不停地坐 I love you so much baby 好像真的說我下一秒就是要死 然後救護妻就來了 然後警察也來了 就問有沒有覺得暈 有沒有吐 有沒有吃藥 有沒有敏感等等 然後就進了家附近的一個急症室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幸運 因為那天其實是韓國的中秋假期前一天 其實大部分韓國人就已經開始放假 那天急症室不算很多人 其實我不用等很久就已經見到醫生 一看我的傷口 他第一句就說要亂針 那個人其實很怕一些他發的事 看了戰爭片 大部分時間都是這樣看 而我自己其中一個很大的恐懼就是亂針 因為我覺得這個idea很恐怖 為什麼把人皮亂在一起呢 我就突然有些笑話 醫生不亂針行不行 那他是直接沒回覆我 你當我是傻的 你怎麼可能亂針 但是他就跟我說了一句放心 會打麻醉針 然後就打了幾針麻醉在頭皮後面 感覺是不強的 我覺得比起以前做的鷹尾 比如在外面打針 我覺得頭皮後面打麻醉是很輕的 然後我的心裡就開始擔心 那些針線要出動 然後也會感覺到一些拉斜的感覺 他提起一條線的感覺 一定很奇怪 一直幫自己做心理建設的時候 我聽到 我聽到 原來醫生是在用一個釘皮的機器 其實有點像我們釘文件的釘書機 他一直釘 其實我感覺到他很大力地把頭皮 你當他是地殼一樣 兩塊分開一點的地殼 然後再用那個釘皮機在中間做縫合 一共我後來聽到他講 就釘了七下 所以我現在頭上就有七塊美麗的金屬在 釘過一刻其實也感覺不到很痛感 因為打了麻醉的關係 只不過是覺得有點奇怪 然後覺得那個位置有一些張力 畢竟是有一些東西把你的皮和肉維持著 釘完之後我還記得兩個護士 就拿了一個水桶進來 我想什麼事 洗腳 原來他們是要幫我洗頭 兩個護士就試我用一個趴下的姿勢 把我的頭髮撥向前 他們就拿了兩瓶的蒸餾水 在我的頭上倒 一直倒 一直輕輕用一些沙布抹 在我的視覺來講 每當有水由我的頭到淋下來 所有的水都立即變成了心紅 所以我心想我究竟流了多少血 洗了下來之後 他再幫我做完最後包紮 其實還沒完 因為撞到頭很大河小 所以醫生也都推薦當晚要立即做CT 如果大家做CT scan的話 其實就是你要躺在一個儀器裡面 你的頭是被固定 你不可以動 我一坐上CT機器 我一想躺下 其實當時我整個腦都是天傳地轉 那種感覺好像你喝了十瓶燒酒 真的好運 我就跟護士說我真的不行 可不可以讓我坐起來呢 可不可以給我一杯水喝一喝 OK的話我們再來做CT 然後喝了水 休息一會兒之後 我再躺下 那一百八十秒 那三分鐘是我人生最長的三分鐘 但是幸好的是 趙CT的腦子是沒事的 所以現在可以跟大家拍片 雖然這個是一個不幸的事件 但是想起我覺得 都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 一就是我個人沒事 我意識清醒 去到現在其實也沒有吐 沒有暈 其實真的最怕是腦震盪 或者引起一些腦裡面的損害 那這件事是排除了 第二就是我經常在想 如果當時我摸傷的是鼻 或者臉 然後又上了一些針 無論是釘皮肌或者是亂針 其實都對我的工作是超級大影響 唯一有一點點困擾 就是連晚睡得不太好 畢竟那個傷口和那七顆釘 都在後尾枕那裡 那我睡覺的時候其實要很小心的位置 不可以拎來拎去 所以睡眠質素是一度低下的 另外一個不方便的東西就是 我現在洗不到頭 我只可以局部洗頭 所以今天我洗了一些陰 然後洗了一些髮尾 但是包紮的位置 就真的完全不可以碰 所以如果我現在頭一口大氣 其實我隱約還可以聞到一些血的味道 然後聞到是經常走過來的 聞到這裡聞到那裡 因為它都會聞到有些不同的氣味 其實我當天吹了金正術之後 造型是有其荒謬的 我是有繃帶在頭上 還有要戴這個勁尺 包著一些你 蘋果的網 這個look就是 這樣 其實我現在睡覺 我都會戴著這個沙網 我猜可能是因為後面有一個傷口 可能要靠這個沙網 少少的壓力去按住傷口 再加上頭髮 這個 我扯了自己頭髮 嚇得很痛 對 我就想頭髮這個位置 可能我們梳頭 或順一點頭髮的時候 會帶動頭皮的部分 那這個沙網 都可以避免這方面的拉斜 所以現在正常情況 我在家裡是這樣的 這個洞是給耳朵的 但是每一次勾他耳朵 我都覺得這隻真的爛了 好痛 很不舒服 所以還是放回他上 這次進入急診室之後 我就坐下來想一想 其實這個是我一個月入第二次急診室 第一次進入急診室 其實當時我跟小巴西的心 是更加吊著更加害怕 那就是懵懵進入急診室 到現在我跟小巴西 想回 我都覺得是一件 對第一次做人父母 或者第一次小朋友 受傷 但是心裡是很拿著 還有有一點點陰影 我都明白 可能如果你是很有經驗的 爸爸媽媽 你會跟我說 小朋友一定會弄傷 或者我自己從小到大 我自己都摸斷了我的手 巴西是更加傷痕累累 去剪跡標柄的 但是那一刻 你看到你的小朋友很無助 你看到他只可以哭 你有什麼都做不到 我到現在想起 我的心仍是拿著 大概大概半個月之前 巴西是臭感是懵懵的 當時巴西還跟他家人Facetime 其實這也是一個routine 我們週末就跟家人Facetime 等他爺爺慢慢 哥哥婆婆可以見一下懵懵 當時我都在 我就扶著懵懵 巴西就拿了電話拍懵懵 但是巴西那時就很nice 他看我那天很忙 他就說不用了 我看著他可以了 他就叫我回到房間做事 我回了房間 大概坐下了 我想不及五分鐘 我就聽到 然後就是 懵懵的大哭 懵懵不是一個經常哭 或者他哭都是哭一兩秒 然後立即收聲 就會還其他東西的BB 那我就立即衝到房間 當時聲音已經抱著了 萌萌 我一看他的正面 他整個鼻涼腫起了 如果可以的話 我真的很想在一個腦裡 刪除了 那一刻萌萌剛剛弄傷的畫面 他在整個眼中間的位置 立即是有血絲 腫得很大 眼角是有一點爆開了 因為萌萌現在很喜歡站 所以他就會抓一些物件 去撐住他的力 讓他可以站起來 他就扶住了 在他BB房裡面 我們有一個可以移動 即是擺一些棉花 擺鳥片的移動架 撐住他之後 但是自己一個失足 所以就由鼻樑撼到 我這樣說都覺得很痛 撼到移動架的邊 然後我們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收拾他的東西 即是立即落樓下看他看開的兒科醫生 小朋友有一個很trick的位置 因為他不懂得說 他不知道他現在是不是頭暈 他不知道他現在是不是想吐 醫生看的話 其實都只可以靠單方面直觀的觀察 或者問家長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醫生大概問了我們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檢查了沒有沒有的傷口 但是因為一些小的兒科診所 他沒有一個X光可以照到 當時醫生就寫了一本轉介信 立即轉介了我們去一個大的醫院 誰知道去到第一間醫院 我們打算衝進去急診室的時候 急診室是完全沒有開椅 其實我真的沒有看到一個沒有開的急診室 但是幸好急診室門口他有一個 我想是Security Guard 他就說今天急診室沒有開 不好意思你們什麼事 我說了一個情況之後 他就很熱心地轉介了我們去另一間急診室 而幸好是遇到他 因為他介紹了我們去一間 是有兒科急診室的醫院 其實兒科急診室這件事真的不是每間醫院都有 即使我們去的第一間醫院他有開 其實他也沒有兒科急診室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天唯一有開的兒科急診室 是人滿為患超級多人 簡單登記了之後他就會給一個這樣的牌 普普室就是類似我們所說的監護人 你帶小朋友去 爸爸媽媽或者兒子媽媽 你要藍住 不然基本上在急診室裡面 你是任何地方都去不了的 其實我們就算進去登記了 拿了牌之後 都經歷了一段很長的等待時間 我想我們等了大概兩個小時 都等不到任何的治療 都沒有任何人被update 我們說下一步要怎樣做 到了一個位置巴西真的頂不住 其實他是最擔心的人 因為患患在他面前受傷 他自己很內疚 他就衝進去問護士 在等什麼呢 原來是等一個sirup 如果sirup是類似可以令到BB睡覺的一個藥劑 其實我的case和每個case相同的位置 就是我們兩個都撒傷頭 通常撒傷頭一定要檢查的就是CT 大家照過CT都知道 其實你真的不可以動的 但是你怎麼可以要求一個 一歲未夠幾個月長的BB 去知道入到這部CT 我的頭就不可以動 還要他剛剛才受完傷 還要是全身的環境 還有CT那部機器 是真的很硬很冷 是一點都不舒服 所以當時護士就跟我們說 他們的做法是要餵BB喝一支sirup 大概半個小時裡面 BB就會睡著 睡著了之後 才可以帶BB去做CT和X光 我想等多了半個小時之後 就終於有sirup 立即說有夢夢喝 夢夢喝完 我想大概20分鐘之後的反應 他是哭到天崩地 好像哪個位置他都覺得不舒服 很無助的哭 他是哭到咳 有一點想吐的聲音 然後上氣不止怕氣 可能藥力在發揮 而那種藥是令他很不舒服 那崩潰了哭了5至10分鐘之後 其實他哭本身也很消體力 那BB就終於睡了 那護士還要過來 確實你真的睡得很軟 他才會讓我們抱 BB去CT的房間做CT scan 等了大概5至10分鐘左右 就順利完成了CT 下一關就要去做X-ray 照一下鼻子有沒有任何的裂痕 但是在入照X-ray的房間之前 夢夢就醒了 那個藥力就是令他睡了10分鐘 但是當時護士也是決定要繼續把夢夢送去照X-ray 我們要把他放在那張超級硬的床上面 其實他是被人按住的 他想掙扎 但是一直就有可能三個成員 按住他BB那些手手腳腳這樣 幸好是CT自然X-ray 夢夢是沒有傷到腦子 也沒有傷到骨 但是整個過程 真的令到我跟巴西 我覺得是體驗了一種 我全身沒體驗過這麼痛苦的感覺 就是你會很想那種痛 不如由我來受吧 不如被我摸傷吧 我們弄崩了鼻子 我們斷了有什麼所謂 這兩張就是我跟夢夢 這個月的戰績 就是我們入急症室的收據 入一次急症室 我跟夢夢一樣都是要照腦 也要照X-ray 我跟夢夢的總費用是 226,100W的韓幣 而我的總費用是 193,470W 其實這兩件事發生了之後 情緒受影響最大的是 小巴西 兩件事都是在她面前發生的 當然有改善空間 當然有所謂 當然可以做得好一點 但是如果發生了的話 我不希望看到我的partner 我們兩個人的情緒 一直都是陷於一個很消極 很致遠之崖 很低落的情緒 所以今天分享這兩件事 望往是血光之章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 草經驗值 還有學習 雖然這條片 我個人比較外弱 目雞的 你看我笑也不太笑得到 口也不太擦戴到 我想如果我不拍這條片 可能有人猜 是否去整容 是不是剝爛了臉重整 不是啊 所以我真的在發生了 整齊了 給我一點點時間 我恢復了 都祝大家 想看健康完做這件事之後 我就覺得 嘩 人真是 仔細啊 真的很脆啊 那今天這條片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